词曲 李宗盛 词曲 李宗盛 明太祖啊 送给正连两颗大水梨 假如你是正连 你会怎么处理 一起煮了是不是 来给这位朋友掌声鼓励 您可能是知道那个水梨煮起来 对喉咙不错 正连跟您的做法差不多 他拿了两个大水缸 一边放一个 把这个水梨给它打碎 让这个汁渗在整个水缸里面 处理完之后说来一个人喝一碗 平等 人心都很平 觉得真公平 虽然跟这个正连的血脉不是那么亲 他越觉得这个长者值得尊敬 后来明太祖又问他 你怎么管理这一千个人 你到底是用什么方法 结果正连就回答四个字 他说不听复言 好 主位女同胞不要看了这一句话 就说我不想听我要走了 不要依文解义 任何一句话都有它时代上的意义 因为我们要了解 古代的女人比较没有机会 读圣贤书籍 所以他没有去领受到圣仙人那种心胸 所以难免会比较自私一点 那只要一自私 为自己的孩子 这个多留一些 就会造成其他人的什么 怨言 所以怨之所生 就在自私 所以当整个家族里面很多的组胞 都开始在那里争夺的时候 整个一千个人就怎么样 就散了 但是我们现在的女性都有读书 所以言语就比较不会自私自利 也很有可能男生他比较自私 比较只为自己着想 假如是这样的男人 那他的性格也比较像什么 复言 所以这句话你要广义去了解 就是在家庭当中绝对不能斤斤计较 一定会造成纷争 所以人家能维持千人 那不是啊 没有原因的 好 那人为什么想真 为什么 他觉得好像真到的就是什么 他的 所以下一句啊 就给了我们很重要 如何让兄弟让家庭 能够和乐相处的方法 下一句叫财务亲 怨何生 言与忍 愤自民 所以古代有一个孩子叫恐龙 他才五岁啊 当在分离的时候 他就把那个比较大的让给谁啊 哥哥啦 让给哥哥吃 其实这样的态度是完全正确的 因为他可能干的家伙比哥哥怎么样 还少 现在呢 我们都说平等 平等 要跟孩子平等 这句话 对不对 这句话 看你怎么解啊 应该在人格当中平等 你很尊重他是一个个体 而不是附属在你身上 但是因为他还小啊 请问他的人生经验跟你平不平等 对啊 他的人生智慧跟你不平等啊 那你要引导他 你要教导他 所以要有长幼尊卑 他对你才生得及什么 恭敬心啊 假如都跟你平起平坐 那他怎么对你恭敬 所以这个平等啊 我们要看清楚 所以 当孩子有这个长幼尊卑 他才知道 或饮食啊 或坐走 长者先 幼者后 那为什么以前 父亲没有回来 不能吃饭 那也是对于啊 父亲的辛劳 因为整个家庭的重担 压在谁身上 父亲嘛 所以这都是啊 在这样的礼仪当中 给予孩子要实时感念 父亲的辛劳 假如父亲上班都还没有回来 那儿子就大摇大摆 筷子也没拿 就在那里吃了 长期下来 他学到什么 我行 我素啊 所以狗不叫 现在还是很难叫 所以我们要细细去研究 为什么以前 几百个人 都可以这么循规蹈矩 他的方法到底在哪 在哪 在地质归啦 但是要征做啊 你才会得到啊 利益 所以恐龙啊 让出了大的水 水里啊 给他的 哥哥吃 所以财务亲 那他哥哥 拿到了他弟弟的大水里 对他的弟弟会 更加怎么样 爱护 你看这个弟弟都实时想到我 他这个当大哥的 就会越来越抬头 怎么样 挺胸 就跑在前面啊 保护他弟弟 好 所以这个是在 物当中啊 懂得啊 舍出去 再来 在五代的时候 五代的时候 有一个人啊 叫张士玄 也是一个读书人 他的父亲啊 比较早去世 他是啊 他的叔叔带大的 那当他十七岁的时候 叔叔就跟他说 他说啊 你已经大了 我们现在啊 把祖宗的财产啊 分成两份 你一份啊 我一份 结果这个张士玄 马上就跟叔叔讲 说叔叔啊 你有七个孩子 所以应该啊 把遗产分成几份 八份 他的叔叔说 不行啊 你是代表你父亲 应该分成两份 但是张士玄那时候 才十七岁 他很坚持 一定啊 分成八份 好 怎么一让啊 吃亏了吗 这一让啊 让出了什么 让出了他的德行 让出了家庭的什么 和乐 让出了他的心量 量大 福大 所以当他在进京赶考 突然呢 看到一个算命的人 走过去呢 一看 这个人呢 脸上怎么这么多阴字文 就是积了很多阴德啊 这个算命先生就跟他说 这一次啊 你必然高中 果不其然啊 他就 他就 这一次考试啊 就高中 所以相信啊 他这样的榜样啊 会传给他的子孙 一定也会啊 世世代代都有很好的发展 所以你看 这么一让 跟自己的自信啊 相应 好 所以当人了解到 命理有时啊 终须有 命理无时 莫强求 了解到理以后啊 理得心安 就不会啊 患得患失 常常想要去跟人家争夺啊 所以要了解 命运的真相 我们就要去读一本 很好的书 叫做啊 了凡事讯 道理明白啊 心才会贫 就不会去争啊 袁了凡先生 小时候啊 遇到一位 很会算命的人 叫孔先生 这个孔先生啊 是我们中国哨子 黄极树的 正传 传人 所以算得特别准 诸位朋友应该啊 有过算命的经验吧 有没有 听说现在算命算得很贵 有没有 人啊 命假如被算出来 那你真是白来了 没什么建树 因为啊 就代表我们这一生啊 没有好好利用 为什么命运会被算得这么准 因为啊 一个人的善恶业啊 就会啊 呈现他在这一生当中 所以才会被算出来 所以一般的人都觉得 哦 算命的真的很准 但是有一些人的命啊 却不会被算得准 哪一些人啊 两种人啊 算不准 一个啊 是大善 一个啊 是大恶 而一般的人啊 他所行的啊 都是小善 小恶多 然后心量啊 又没有扩大 想的都是 儿子 孙子 妻子 房子 钱子 都想这些 所以呢 也没什么大善 也没什么大恶啊 所以命运就被算得很准 所以这个命运啊 有加 减 乘 除 比方说你命中 有一千万 的财富 结果你行了一点小善 所以一千万加多少 五万 所以算得很准 你做了一点小恶 所以变成九百九十五万 也还蛮准 但是啊 你假如都是行很多的善事 那一千万乘以五变多少 那绝对不准 那假如做了一些伤天害理的事 一千万除以五 变两百万 那也是算不准 所以我们了解到啊 纵使这个人用不法的手段啊 去抢夺了财物 他抢到了两百万 那也是他命中本来就怎么样 有的 他抢到两百万还在那里 洋洋得意 你看我多厉害 其实他已经亏损掉八百万了 所以君子乐德啊 做君子 因为心安理得 而小人啊 冤枉做了小人 他拿到了这两百万啊 不知道还有没有命花 因为他做了坏事 触犯法令的话 很有可能过没有多久 就要 朗当 入狱了 这样的人 多不多啊 多啊 因为现在功利主义啊 很多人在某一些情境都 铁而走行 其实我们看到这样的人啊 都替他很惯喜 毕竟啊 他也是啊 有大福之人啊 只是没有好的教育啊 把他的人生啊 怎么样 搞砸了 所以我们对这样的人 应该再抱持一种怜悯之心啊 因为先人不善啊 不是道德啊 无有余者 他的父母没教他啊 他的爷爷奶奶啊 也没教 你看现在 一般 比方说我考上老师了 亲戚朋友 问的第一句话是什么 一个月多少钱 所以没有教啊 人是可以去创造命运的 只要扩宽心量 所以都没教 只教他唯利是徒 当诱惑来的时候 他当然就受不了了 好 所以了解命运 理得心安 你就可以财务亲啊 怨何生 家庭会充满一个 祥和之气 好 那当我们遇到学生呢 在真的时候怎么办 有一般的孩子 刚好那一天吃水果 吃西瓜 西瓜 西瓜已经切好 放在桌上 很多的同学啊 狼吞虎咽 要干嘛 这个饭一吃完 马上 剑步如飞啊 要去抢那个最大的 西瓜 好 好 各位朋友 假如是你的学生 怎么办 你会看到一阵 兵荒 马乱 这个老师呢 也很沉稳 看到兵荒 马乱呢 他还不动 伸手 等同学啊 这个 吃完饭啊 睡了午觉呢 下午第一节课呢 这个老师呢 就讲了 他说 诸位同学 我们假如去抢那个 第一块的西瓜 抢那个最大的 会产生什么效果 产生什么影响 诸位同学说说看 他有没有指出来 哪一个人抢最大的 这个是 给他们留余地 结果很多同学就说 哎呦 那个人 真自私 是不是 都要跟人家抢最大的 老师接着说 这样的人 你要不要跟他交朋友啊 当然不要 就是透过这个情境啊 让孩子了解到 他的一举一动啊 都在影响 他在别人心中的形象 不然 欲令自民 他那个欲望驱使啊 只想着要去抢最大的 都没有去想到 已经造成哪一些后果了 接着老师又说 假如这一个同学 抢到最大的 他很高兴 赶快把他吃掉 保证肠胃受影响 对不对 因为他吃很快 消化不良 再来 他抢到最大的 高兴多久啊 一下子 看看别人 看他的眼光是什么 马上快乐变什么 变不舒服了 再来 当他抢到最大的 下一次他想要拿到什么 也是最大的 当他下一次没有拿到啦 他就快乐变什么 痛苦 气死我啦 没抢到 那当一个人啦 时时处处都要去抢最好的 当他没有办法获得的时候 他会怎么样 他可能就会啊 动歪脑筋啦 去偷 去抢啦 老师说完了 也没说 没下什么结论 只是让他们讨论讨论 结果隔天啊 吃西瓜的情况就不一样了 人家走过去都拿那个最小的 所以确确实实啊 家长跟老师 只要你肯教啊 孩子很容易啊 受教 所以财务清 怨和胜 往往啊 一个常常 肯相让的孩子 都会赢得 长辈对他 特别的什么 照顾 好 下一句 言语忍 愤致敏 人跟人相处当中啊 冲突最多的情况 就是在言语 但是言语 起了冲突啊 俗话说 因为你起了冲突啊 脾气就怎么样 上来了 那一念 称心起啊 百万 帐门就开了 这个帐门在哪 我们先来考虑看看 用不好的言语 发脾气会造成什么 影响 百万 障碍就出来了 帐门开 障碍了 自己的什么 心量啊 也障碍了 人与人之间的什么 好的关系啦 所以你可能发脾气 发了五分钟 你要花多少时间 才能把这个脾气 所产生不好的效果去除 花多少 所以啊 愤识难啊 这在君子九识当中 提醒我们 愤怒不可发 谨慎啊 因为愤怒一发 很难回归到原来的样子 甚至于可以说 不可能回来了 所以愤识难 俗话又提到 历刃割体 恒一合 历刃割身体 可能一两个礼拜 就可以好了 但是恶语伤人 会留在他心里多久 恨难消 所以人生这么短暂 为什么不 好好相处呢 所以我们看到这样的结果啊 慢慢啊 要找到方法 对峙 我们的愤怒 而这个对峙的功夫啊 要练到什么程度呢 练到忍 这个字的程度 我们看一下 会议字 什么叫忍的功夫 上面一把刀 下面怎么样 那个意思就是呢 人家拿着一只刀 捅在你的心头上 你还要如如 不动 不管你怎么骂 我就是不回嘴 一个巴掌 怎么样 拍不响 所以你能忍到这种功夫啊 必然能够让身旁的人很佩服 所以这个忍啊 是一门大学问 你时时处处啊 都在考验忍的功夫 比方说现在听课啊 也在考验忍耐 对不对 忍住不要打瞌睡 那曾经啊 有一个女士啊 她就跟我说 她说蔡老师 中国文化不错 不过那个忍啊 到底要忍到什么时候啊 她对这个忍制啊 很无奈 我说啊 假如你是这样的心态啊 我保证你一定忍到啊 火山爆发 比方说 这个学的这些课程 知道夫妻要互相体谅 是吧 所以回去突然变得很勤劳 就开始烧地 打理家里面 结果这个先生都没有看到 因为呢 他在扫的时候都一边看 他有没有看到 所以扫了一个礼拜呢 先生都没什么反应 突然怎么样 怒火中烧 然后把这个烧把摔在地上 我做了那么多事 你都看不到吗 假如这一口气忍不住啊 爆发出来会怎么样 前功 前功 尽弃啊 你先生马上人眼看你 还说学什么地质规 所以这个忍的功夫啊 是要能够啊 忍得明明白白 忍得啊 为大局 着想 因为每一个人的 比方说夫妻来讲 来自不同的家庭 所以生活习惯 差异很大 所谓冰冻三尺 非一日之寒 所以我们明白了 知道改变绝对不是一处可及 这个时候你要安心 别人对不对啊 是别人的事 我自己有没有尽好我的本分 那本来就是应该做的 所以做得心安理得 自然啊 你的身教啊 就会啊 传递出去 你就让他水到渠成嘛 所以当我们明白 就能够啊 去包容嘛 所以现在你回去 要叫孩子变勤劳 你可不能说 他不勤劳 你没有马上变勤劳 你就气得半死 这是不是孩子错了 是谁错啊 我们自己的态度不对啦 所以习惯的养成 必然有一个 循序渐进的过程 我们还是要道法 自然来做 那忍得为大局着想 因为在家庭当中 夫妻假如常吵 在公司里面 同事之间假如常吵 那这个家庭跟团体气氛 怎么样 就很不好 那家跟团体比衰败啊 所以我们能忍得住啊 就是为大局着想 而当你处处能忍让 也会唤醒对方的惭愧之心啊 所以这个忍 要忍得明白 忍得为大局着想 我们在北京上课的时候 有一位女士啊 她也五十几岁 她也五十几岁 上完了这个出则涕啊 当天就给她妹妹打电话 因为啊 她们因为一个口角啊 姐妹已经两年 没讲过半句话了 所以她一听完呢 觉得哎哟 这起错了 就赶快拨给她妹妹 电话一接起来 她说妹妹啊 对不起 其实呢 她才讲了三个字 对不起 她妹妹马上啊 稀里花的就哭起来了 所以啊 其实两个人都怎么样 在闷那一口气啊 我说幸好才两年 假如继续下去 保证两个人是癌症的高危险群 血脉都不通畅啊 所以何苦来在呢 所以你看 一个道歉 整个嫌隙啊 就化开了 这一道化开啊 不止兄姐妹心上的石头掉下来了 还有谁的石头也掉下来 妈妈爸爸 好 所以人生确确实实啊 可以走得圆满幸福啦 只要我们放下这些不好的习气啊 不好的执着 一定会越走啊 越圆满 好 那我们现在啊 知道 愤怒啊 要懂得收敛 懂得智子 那诸位朋友 你都怎么样在愤怒的时候 去处理 把它处理掉 你用什么方法 来我们讨论一下 大家可以 见贤施起 互相切磋一下 什么方法 这位朋友 慈悲灵敏 很好 就是扩宽啊 心量 自然就没有障碍 还没有其他方法 这个方法很高端 我可能还要练三年五年 所以这个怒的处理啊 确实也很重要 因为当人的怒气没有消除 它会障碍你整个身心状态 我在上海 跟很多朋友讨论 他们就说呢 这个打电话呢 跟人家 哭诉一下 把这些怒气啊 发一发 我说你讲完之后觉得怎么样 他说舒服多了 我说你舒服多了 对方不舒服了 对方听完说 哎哟人生苦短 怎么这么多冲突 所以 我们不能把垃圾给人家怎么样 到处丢啊 那很多人都当垃圾桶 有没有 那当垃圾桶会有什么情况发生 到时候垃圾怎么样 满出来 所以你看很多那个专门在给人家做心理治疗的 到最后他也 怎么样 所以我们提到更高的境界 要当焚化炉 垃圾一来马上就怎么样 把它烧了 所以这个就要透过我们的德行 就像刚才这位朋友讲的 用慈悲啊 用慈悲啊 仁爱的心胸 所以啊 答案其实啊 就在中国制 所以我们以后啊 面对中国制要倍感尊敬 因为老祖宗造出了全世界唯一一种可以把人生哲学啊 讲出来的 讲出来的就只有中国制 除此一家别无分号 我们来看 怒啊 慧意志 上面一个奴 下面一个心 代表当一个人愤怒的时候 就是他的心啊 当奴隶啦 被这一些坏习惯牵着鼻子走 要他去动 他不敢去吸 所以我们去观察 很多人发完脾气啊 我刚刚怎么这样 很后悔 对不对 但是也为时 无法再拉回来 所以有 有一个父亲啊 他的孩子脾气特别不好 他为了啊 教导他的孩子 他就跟他说 你现在啊 假如发一次脾气啊 就到我们家后院啊 那个 木柱上面啊 钉一个铁钉 那孩子一发脾气呢 就去了 拿一只铁钉把他钉上去 结果一开始啊 一天钉五六支 结果钉了几天呢 那个孩子吓了一跳 哇 密密麻麻 他突然感受到说 我的脾气居然啊 坏成这样 其实很多脾气很不好的人 他有时候还说 我脾气已经不错了 假如像前几年一样 你不知道已经变成什么样子的 你不知道已经变成什么样子的 我都还不知道自己脾气不好 所以这个孩子一发现了 开始收敛 经过一段时间之后啊 不发脾气了 他的父亲跟他说 你只要今天不发脾气啊 就去把铁钉拔一颗下来 所以他儿子拔得很有成就感 拔拔拔 突然有一天啊 拔碗啊 他很高兴呢 跑去跟他父亲报告 我都拔碗了 他父亲啊 不急不许 把他带到这个 木柱前面 他说虽然你的铁钉都拔光了 但是啊 留下了什么 多少的坑洞啊 能不能够回到 原来的样子啊 回不到了 所以历任割体 恒意合 恶与伤人啊 恨难笑 到时候啊 你再怎么对不起 也不见得能回到 原来的一种关系了 所以我们了解到 就要更谨慎 所以下一次要发脾气的时候 要马上言语忍 怎么样 就好像这一句经文 好像一道光一样 射到你的脑袋里来 能不能做到 要早晚服用 一遍地子归 保证有这样的效果 因为 在北京有一个朋友 他确实做大 早晚念一遍 他说他最难改的就是 人有短 戒末接 这个 东家长 李家长 习惯了 现在学完了 一下子也赶不过来 但是啊 他突然想要讲的时候 这句经文就跑过来 他马上闭嘴 很有效果 所以我们也可以 这个经文 或者你就记更简单的 愤识难 愤识难 人生啊 要有志气 绝对要当自己 人生的主人 不要让这些坏习惯了 主宰了 我们的命运 所以你提起这样的志气 来对峙它 要从路啊 转树 这两个字像不像 像吧 去了一点边边角角 把你的零零角角 削一削 就变树了 上面一个如啊 下面一个心 会意志 代表啊 设身处地 从他的心 从他的角度去看似 你的怒气啊 就可能怎么样 消一半啊 我在教书过程 有一些孩子啊 行为确实啊 比较偏颇 我们看啊 有时候会觉得 怎么这么大了 还做出这样的行为 但是呢 我们不能在结果打转 会啊 从原因探索 所以往往啊 这些孩子 我们一去了解 他的家庭状况啊 哎呀 怎么这么可怜 没人照顾 才会养成这些 坏习惯 你当下从怒变什么 变树啦 从怒火啊 变慈悲啊 曾经我在一个学校服务 有一个孩子啊 偷钱 偷了不少 偷了十万块 但是啊 其实呢 他只是想抽一张一千块的 那刚好啊 那一天刚好 这个 我们这个同仁收了一些钱 可能是啊 这孩子的耳朵啊 听到这个消息了 所以我们长辈啊 在言谈当中啊 也要谨慎 所谓财啊 不外露 这个财外露呢 可能又造成了 这些孩子啊 有那个犯错的动机了 所以 他是要抽一张的 结果因为情急之下怎么样 拿了 结果这个同事也很警觉 就是发觉啊 他在学校里面 就赶快啊 跑回来 就把他叫住 说你给我回来 因为呢 希望给这个孩子啊 有一些教训 所以就安排啊 警察 来给他做笔录啊 希望他能够啊 记取这个大的教训 那这个孩子啊 经过这件事以后啊 刚好就坐在这个楼梯口 那刚好那一节课啊 我没课 我就经过那个地方 看到他的背影 虽然没看到他的脸 可是已经感觉到 他怎么样 很落寞 所以呢 我就走到他的旁边啊 陪他一起坐下来 这个时候无声啊 甚有声 我们现在让他静静心 结果过了差不多一分钟左右 这个孩子开口了 他说老师 我很想死 人生如戏啊 我们当老师的也很会演戏 你不要听他说 很想死 你就哎哟 不能死 不可以这样 要稳得住 我就问他 你为什么很想死 让孩子把原因啊 找出来 他说老师 因为啊 都没有人喜欢我 每一个人都讨厌我 他情绪很不好 所以我们呢 来适时的安慰他一下 所以我就讲 哪一位老师 福玉老师会讨厌你吗 因为啊 我们学校呢 有两位老师啊 对他蛮好的 其中一位是福玉老师 另外一位是谁 你们不认识啊 所以呢 我们不能先讲自己 这样也太不谦虚了 要先讲这位老师 他一听呢 情绪就比较怎么样 比较好一点 然后我说 那蔡老师会讨厌你吗 他就摇摇头 那情绪比较稳定了 我们就可以好好跟他谈 我说啊 既然啊 人家不喜欢你 那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他自己也讲 因为我都打人 我都骂人 那你就不要打人 不要骂人 人家不就喜欢你了 结果这个孩子啊 讲了一句让我很深刻的话 他说老师啊 我很想改啊 可是我改不了 这是一个六年级的孩子 他的人生 他已经觉得控制不了了 所以不能长孩子的坏习惯啊 当我们的孩子的坏习惯 人生已经交给坏习惯主宰 那人生真是不堪啊 设想 所以呢 我就跟这一位同学相约啊 就拿了一本 左边写一个善 右边写一个恶 我们学习百过格 就跟他说 你今天呢 做哪一些好的写在这边 做哪一些不好的自己写出来 只要要求自己啊 明天要比什么 今天好 说实在的 孩子这个行为啊 十来年啊 你要再把它导正啊 你只要能花三年 那你就是一代名师啦 所以确实我们要耐心去包容 你就可以从怒啊 转成宽恕的心胸 当你时时可以宽恕啊 相信啊 你整个人生也会怎么样 翻转过来 好 胸道友 地道功 兄弟目 孝在中 现在我们在念这一句 味道一不一样 因为我们已经领受了很多 先者的榜样了 财物亲 愿何生 言于人 愤自明 好 那我们接着呢 看下一句 我们一起啊 把它念一遍 或饮食 或饮食 或坐走 长者先 又者后 长夫人 急待教 人不在 急急大 好 或饮食 或坐走 长者先 又者后 所以当孩子 他都知道 要先尊重 长辈 他这一份恭敬心啊 就会落实在 生活的 点点 滴滴中 而我们这一句啊 只指出了 几个动作 第一个 吃东西 好 所以当孩子 一看到菜呢 是先 给长辈吃啊 那他的德行啊 就在这夹菜当中 怎么样 就在提升了 我们有一个学生啊 他才七岁 他来上 读经典啊 读了一个礼拜 本来都是啊 爷爷奶奶跟他夹菜 上了一个礼拜 回去啊 他就主动啊 跟这个 自己的家人夹菜 家里人马上一看 心生什么 欢喜 就对中国文化 有比较认同 所以现在人都很现实 所以我们 也要把孩子教好 孩子也会啊 带动 家长 但是真正要让家庭 教育能够 有很好的 进展 还是必须从 家长 开始提升 我们在前面的课程 就有讲到 交儿交女啊 先交集 这个重要 交儿交女 先交集 好 因为啊 上行 下效 假如今天你的孩子在做地址规 然后呢 父母没学 没做 比方说 地址规说 自官服 有定位 勿乱顿 自污秽 结果爸爸回家 袜子 躺下来看报纸 孩子 他觉得 嗯 怎么这样 叫我做 爸爸都不做 他甘不甘心 不甘心 假如你是妈妈 怎么办 我的坏习惯又来了 当老师的人 很喜欢考试 这种情境有可能发生哦 怎么办 马上走过来 你不知道 儿子在学地址规吗 赶快给我捡起来 那你先生一定说 不要学那些了 有一位母亲啊 他就跟他儿子说 他说 爸爸一天工作很辛苦 你赶快啊 帮爸爸一个忙 把袜子啊 拿去 你看爸爸这么累 哎 儿子这么 用这样的角度 儿子很能接受啊 确实爸爸刚下班了 儿子就拿去了 先生看到这一幕会怎么样 嘿 对嘛 那不是都圆满吗 所以确确实实啊 这个人情恋达 接文章 好 或饮食 或坐走 所以坐也好 走也好 晚辈啊 都应该是后坐 后行 所以我们 在海口 在深圳 这些孩子学完之后 确实 在坐电梯的时候啊 都会按着门 请老师先走 但是我们会跟他说 坐电梯啊 还是啊 你们先走 为什么 那小孩小啊 有时候那个门啊 控制不好 造成危险 所以 虽然这是一个原则 但是也要会怎么样 变通 才行 有一个孩子 跟着我们啊 一群老师 去深圳 讲课 这个孩子很 很不简单 已经读经典了 读了好几年 他的 面相啊 远远的 耳朵很大 我一看到啊 就觉得 他是 很有福气的人 什么是 最大的福气啊 能够闻到 圣贤的教诲 那是人生啊 第一大福 所以这个孩子啊 刚好 我们这些老师 去讲课啊 有人送我们一盒 那个叫 也是饼类的 里面有十块饼 确实很好吃 每一个人都发一块 都吃下去了 这个孩子啊 在房间里面呢 就跑出来 这个饼很好吃 还有没有 结果因为吃掉九块 还剩一块 这个孩子走过来啊 拿起了这一块饼 然后就走到我面前 他说这一块 应该给蔡老师吃 他不只先让长者吃哦 他还会判断啊 应该再先给谁吃 所以你看 学理的孩子 会呆吗 绝对不呆啊 学理的孩子 他知道处处 尊重别人 替人着想 那个脑筋 灵活啊 现在人对活泼误解啊 什么叫活泼啊 三秒钟都停不下来 在那里跑叫活泼 我们有时候在那个机场排队 哇 很多孩子都站不住 在那里撞来撞去的 后面的旅客还说 嘿嘿 这个孩子真活泼 哪是活泼啊 那个叫随便啊 那没家叫 所以真正的活泼啊 是思想活跃 是处处能替人着想 真活泼啊 好 所以学理的人绝对不会学呆的 那或饮食或坐走啊 长者先 幼者后 这个习惯 影响孩子的恭敬心 这个习惯啊 也很有可能 影响孩子往后 事业的发展 你相信吗 曾经我们跟一个幼儿园的园长 他就跟我说 他请了一些啊 二十出头的老师啊 教幼儿园 他说有一次 他有一个客户啊 从广东来 那他就接待这个广东的客户 也带了几位园里面的老师啊 一起去吃 这些园里面的老师啊 好几位是湖南人 湖南人喜欢吃什么 辣 广东人 比较不吃辣 那去请广东的客户啊 点什么菜 那广东菜啊 所以一点呢 开始吃辣 这些老师啊 在那里说 这个怎么那么难吃 那个怎么那么难吃 带他们来 干嘛的 带来多照顾什么 客人的 结果他们是来干嘛 搅局的 结果好不容易啊 上了一道辣的 这个园长啊 就把他转到客户面前 客户夹了一口啊 这些老师马上 转到他们面前 吃起来 这个园长又把他 转回来 他们又把他转回去 这样的员工 你敢不敢 好好用啊 城市不足啊 拜师都有余 所以啊 当一个孩子处处啊 很有进退之理 你教给他办事啊 你会怎么样 很放心 所以主管带下属去赴宴啊 都是带那些啊 夹菜夹得很好 倒水倒得很好 都带这些人去啦 是不是 对啊 所以倒水要倒得自然哦 这就是要从小 就是这样在对待长辈 好 所以有这个态度 也会为你的下一代啊 的未来 图很好的路 那今天呢 就先讲到这边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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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Zither Har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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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师好 我们昨天进入第二个单元 出则替 提到了 兄道友 弟道功 兄弟目 孝在中 所以俗话讲 家和万事就心 兄弟一条心 黄土都变成金 所以确确实实 家里有和乐的气氛 家风一定会鼎盛 事业也会兴旺 很多孩子听了这些 古圣先贤的故事 他们也是见贤施起 所以听完这个恐龙浪里 他们回去也都起而效法 有一位姐姐 她就很慷慨 就把这个梨子 给弟弟吃 刚好只有一个梨子 结果这个弟弟 就一直大口大口地咬 当咬到已经超过一半的梨子的时候 这个姐姐怎么样 快要忍不住了 后来就把她的梨子抢过来 这个母亲看到这个现象 她就打了一通电话给老师 这个是很好的亲师合作 因为每一句经文 小孩不可能一步到位 还需要长期的引导 所以这个老师隔天 就跟他们讲了一个故事 说汉朝有两个兄弟 一个叫赵孝 一个叫赵李 赵孝是兄长 那很不幸 这个赵李 被盗贼抓去了 他的兄长得知之后 马上寻找了这个山寨 直接就冲到这个盗贼的大本营去 刚好看到这些盗贼很饥饿 已经打算把他弟弟宰来吃了 他哥哥看得非常着急 就跑到这些盗贼的前面 跟他们说 他说我弟弟有病 身体又瘦 所以你们不要吃他 吃我 我比较胖 身体又比较好 结果他弟弟看了兄长 这么讲也很着急 就赶快把哥哥推开说 我被你们抓到是我的命 所以我被你们吃是应该的 绝对不可以连累我哥哥 所以两个兄弟就在那里 争着要怎么样 要死 要为对方死 就在这个时候 这些盗贼看了 很感动 就把他弟弟都放了 所以 诸位小朋友 这个赵孝跟赵礼 连什么都愿意 为兄弟付出 生命都愿意 那我们能不能因为一颗苹果 一颗梨子 都跟兄弟争吵呢 我们应该要效法 古代这些圣贤人的精神 去做 而且这个照效照理 因为为了兄弟 不惜 牺牲生命的精神 传到了 皇帝那边 后来皇帝 就 让他兄弟 都当了官 来治理人民 所以他们 有后福 那为什么皇帝 要用他们来当官 你看 有爱兄弟的 一定会孝顺父母 那有这么好的德行 出来当官 必定会怎么样 爱护人民 因为交以孝 所以他会进天下之为人 父者也 会进天下一切父母 交以替 他会进天下之为人兄长 为人兄者也 也会进一切人的兄弟 姐妹 所以我们也是透过 这个机会 教育点 给予孩子 一些引导 那当然 当孩子有很好的表现 我们要给予一些 肯定 另外有一个孩子 刚好 他的同学 脱鞋坏掉了 那因为他自己 已经有一双脱鞋 有一点点 坏掉 那他换了另外一个 新的脱鞋 可是那个 有一点坏掉的脱鞋 他又舍不得丢 就把他放在 他的床下 可能他学了 物厌故 物喜新 所以旧的脱鞋 有感情 没把他扔掉 放在床下 结果因为他的同学 那个鞋子已经坏了 不能穿 所以他的老师 就跟他说 说你去 把你那双 旧脱鞋 拿来给同学穿 那这是不是帮助同学 是啊 不然同学没鞋子穿 冬天很凉 结果后来 我们这一群老师 突然发现 那一双旧脱鞋 是在这位同学的 鞋子上 脚上 而那一双新的脱鞋 居然是在 他的同学的脚上 我们这些大人 也被上了一课 你看 他真正做到财务清 愿何生 所以 他的同学 一定可以感受到 他非常的照顾他 所以我们当下 就鼓励了这个孩子 你确实 是孔老夫子的好学生 接着我们也进一步 给他期许 说在这些同学 你是大哥哥 所以你往后 一定要当好榜样 所以我们肯定孩子 还要不忘 让他立志 不忘 让他提升 他的定位 所以称赞孩子 也是一门 学问 我们常听到一句话 叫小时寥寥 大未必加 很奇怪 为什么小时寥寥 能力这么好 但是长大了 却不见得 有很好的发展 这是一个结果 原因出在哪 我们不能在结果停留 那人活得不明 不白 各位朋友 您觉得呢 没有榜样可以看 没有榜样可以看 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我们可以把这个问题 好好思考一下 有一个父亲就讲 我儿子两岁的时候 觉得他可以当国家领导人 我儿子上初中的时候 我觉得他只要能考上大学 就不错了 我儿子上高中的时候 觉得他以后出来 有工作就好了 那怎么差这么多 但是父亲对孩子的期许 越来越低 那孩子会不会有出息啊 不会 所以当 长者没有好的榜样给他 他就没什么志向 慢慢啊 就中日啊 悠悠放任 很无聊 所以为什么 我们在一开始学习 强调学贵立志 而且啊 学能力的目的在哪 这个要胜于死哦 孩子学能力的真正 目的在哪 为什么要学本事 所以我们一开始说 读书自在什么 读书自在圣贤 而现在的人 读书自在 那目标错了 有可能会有好结果嘛 所以一开始 一定要有正确的引导 观念 观念 才行 所以为什么 小时寥寥 有本事 到最后是大卫必加 因为啊 很多的本事 是哪来啊 炫耀啦 所以为什么 对尊长 物限能啊 你孩子 从小啊 学了一些英文 学了一些能力 长辈啊 带着他到处 表演 在他小小的心灵 会觉得他怎么样 哇 你看 大人都给我拍手 大人还说 哇 我都要跟你学习 你好厉害哦 好话听多啦 建议的言语就怎么样 听不进去啦 所以称赞人啊 也要用理智 也要用智慧 才行 这个体会啊 我也从我自己身上 也从他人身上 看到 然后再翻开经典 音讯啊 驱礼说道 我们打开礼记 驱礼第一啊 第一页就写着 傲不可长 欲不可重 智不可满 乐 不可及 我们来看看这四句 现在的人 有没有犯 人只要傲慢心一起啊 就没有办法受教啦 那就很难再成长 假如孩子是从小就傲慢 那这一生很难有大作为啦 所以为什么小时寥寥 因为小时 假如因为这些能力而自傲 就麻烦 因为学问要成就啊 重在受教 重在谦卑的态度 这样他才会知道 人外有人啊 天外有天啊 第二个 欲不可重 玩物啊 你看 现在是不是都写淋淋 摆在那里 智不可满 所以现在的孩子没有志向 常常就是 游手好闲 觉得好无聊 所以智当纯高远 一个人应该有高远的志向 他的人生会充实 他会时时觉得 我要提升自己 才能够服务社会 服务他人 好 乐不可及 乐及啊 生悲 所以当一个孩子从小 不懂的掌握分寸 常常就是一晚啊 就不知道人啊 很有可能啊 在身体上 或者会出现一些危险的可能性 就增高了 所以诸位朋友 老祖宗在几千年前 就把这些教诲啊 写在经文啊 所以老祖宗很对得起什么 我们 那我们可不能啊 对不起老祖宗 所以当时候 因为我从小啊 我是长孙 所以得到的掌声怎么样 特别多 所以去做一件事的目的是什么 你怎么知道 是别人有没有看到我在做 所以就变成了 活在掌声之中啊 突然我在大学 有一次上台讲课 大学四年级 我的一位长辈啊 他听我讲完课下来 他就很高兴地跟我说 哇 你真是活在掌声中的人 他是在肯定我啊 可是我听了那一句话 突然回光返照 假如没有掌声了 我还做不做 不做了 但是很奇怪的是 很多人生非常重要的事 都没有什么 没有掌声的 而当一个人 假如常常 只活在掌声当中 他的得失心啊 必然很重 所以这样的人生啊 也绝对不会自在快乐 所以我就开始修正 因为以前好话怎么样 听太多 真的哦 好话听太多 一句批评的话来 内心就觉得怎么样 很不适知味 所以就要常常念那一句 弟子规的经文 闻欲孔 闻过心 质量是 见相亲 确确实实啊 我们只有两双眼睛 两个耳朵啊 能看多少 能听多少 而当我们有一颗谦卑的心啊 你不知道呢 多了多少双眼睛 帮你看路 多了多少双耳朵啊 帮你听很多的讯息 很多的 你的缺点 所以孩子要长的是谦卑 而不是啊 自满 所以我们在夸孩子啊 要针对他的 好的品性去夸 而不是针对他的才能去夸 夸才能夸久了 一定出问题 还有很多家长都夸什么 哎呦 你怎么长这么漂亮 你夸他漂亮要干什么 夸他漂亮对他有什么帮助 你跟他说 哇 你气质真好 是不是每天都念弟子龟 是不是常常对长者都很有礼貌 所以能够啊 沉于中 行于外 顺便复习 复习经文 太多的小孩 从小就是 比方说小女孩 很多大人一看到他 哇 五官可以长这个样子 鼻子就是鼻子 嘴巴就是嘴巴 这样的小女孩 被你这样夸两年 夸三年 会造成什么结果 他每天戴在身上 一定有一样东西 你们怎么知道 在一个幼儿园 来了一对姐弟啊 姐姐跟弟弟都漂亮得不得了 但是啊 女孩子的漂亮 还是比较吸引 一般的长辈啊 所以每一个人夸到他 看到他都一直夸他漂亮 所以这个小女孩啊 上课上到一半 还会拿镜子起来照一照 所以他的学习跟他弟弟啊 就差非常大 因为他只重视外表 常常心思就不专注 常常会很在意 别人有没有在看他 这样的孩子 很容易往后就走向 虚荣的人生 虚滑的人生去 所以不要称赞孩子的相貌 不要常常称赞孩子的才华 应该啊 称赞他的德行 而纵使你称赞才华 也要引导他回到 有才华的目的啊 为什么 有才华 哇 他古增弹得很好 目的在哪 在表演给别人看 然后让他觉得我很厉害吗 那不对 假如是这样引导啊 这个孩子的古增 铁定啊 会有什么 瓶颈 假如我们的引导是告诉他 移风易俗啊 莫善于乐啊 音乐可以 陶冶人的性情 可以改善整个社会风气 所以你学这个古增 学古琴 一定要用真诚心去学 就可以弹出啊 利益社会大众的曲子 所以当他有这个目标啦 他整个心态啊 就会决然不同 那当你称赞他的品德 比方说哇 你真孝顺 这个孝顺跟他的自信相应啊 他会越做怎么样 越起敬 这个就没有副作用 所以称赞 要顺着品德称赞 那品德的标准在哪 地质规 一门深入嘛 这一门是掌握纲领 所以诸位朋友 你地质规要念俗 听到哦 念俗 我们已经上了年纪 说背俗会很有压力 所以念俗 那刚好 有一个母亲啊 带着小女孩 上街买东西 遇到了 一个朋友 那这个朋友就说 跟那个小女孩说 哎你怎么还没去念书 那小女孩还小 小女孩呢 就问他妈妈 妈妈念书要做什么 为什么要念书 就这一位长辈啊 就马上跟他说 念书可以赚大钱啊 好 胜于死哦 假如你是母亲怎么办 现在这样的价值观 占很大的比例哦 好 好 所以这个母亲啊 马上呢 就抓住这个机会点 就跟她的朋友啊 稍微用眼光啊 打了一下招呼啊 叫她不要继续说下去 然后她就跟她女儿说 念书啊 最重要要学本事 因为我们有了本事以后啊 就可以去帮助别人 在这个社会啊 上有所贡献 我们要记住啊 社会国家者 互助之体也 当孩子觉得 社会就是互相帮忙 他这个态度一形成啊 他面对各行各业的人 会怎么样 会尊敬啊 会感谢啊 但是假如他学本事 的目的在赚大钱 那往后他看各行各业 用什么看 用钱的多少啊 他就会去轻慢 很多行业的人 所以学问啊 在存心啊 只要心偏颇啦 就跟道德学问啊 背道 而耻了 所以他母亲马上呢 引导他 说是要学本事 学本事很抽象啊 孩子还那么小 这妈妈马上啊 因为他们刚好啊 从超市出来的 买了一些馒头 他就说 就像刚刚那个叔叔 因为他有本事 他会做馒头 他就可以啊 帮我们做馒头 让我们有的吃 所以我们要感谢他 可是我们感谢他 能不能把你的玩具熊 送给叔叔 还是把你的小汽车 送给叔叔 叔叔不一定需要啊 所以我们感谢叔叔 就可以拿一些钱啊 谢谢他 那叔叔也可以拿着这些钱 去买他需要的东西 所以就借由这个机会啊 引导孩子学习的目的啊 在增长本事 以便啊 服务他人 所以当他有这种态度 他就不容易啊 傲慢了 那我也曾经 看到一位二十几岁的朋友 我一刚开始 第一次看到他 他长得比我还要高 又比我帅 然后呢 又已经在读圣贤书了 那我们看了 就很兴奋了 因为他比我还早念啊 很替他怎么样 高兴 我就称赞了他一番 哎呀真难得啊 就一直称赞 第一次见面 能不能称赞一大堆 所以这个言语啊 要谨慎 这我没有做好 我就 按耐不住 我喜悦之情啊 给他称赞了一段话 后来相处了一个多礼拜啊 我观察到一个 一个生活上的细节 不是很恰当 那因为他也少我不少岁啊 所以我们就也是抱持着一个 我是他的大哥哥嘛 他也是 余无色 柔无声跟他讲 结果当我的言语一出来啊 他的脸色啊 马上就变了 那我又是很敏感的人 所以本来要劝啊 劝到一半马上怎么样 踩煞车 因为啊 假如他听不下去啊 到时候气氛搞僵了 下次就不好说话了 所以我从这一个事情当中啊 也体会到 称赞人啊 要顺着品德称赞 不然人啊 确确实实 会在称赞身中啊 迷失了 自己 好 所以我们称赞这个孩子 他肯啊 拿他的新鞋子 给他的同学穿 我们也进一步呢 期许他 以后啊 在德行 在品德方面 能够当大家的榜样 所以为什么以前的大哥啊 都特别优秀 都特别有担当 为什么 父母从小就期许他 爸爸妈妈工作太辛劳 很辛苦 家里啊 你要多多啊 把弟弟妹妹 带好 所以你看 他有期许 有责任 自然能力啊 就会 增长的快 好 所以这些经据啊 我们在教导孩子过程呢 也会有很多机会点 我们也可以进一步啊 好好利用 好好引导 那我们昨天讲到了 下一句经文 或饮食 或坐走 长者先 幼者后 其实这个礼仪啊 虽然是生活里面的一个小细节 它最重要的 是要掌养孩子的 恭敬之心 所以真正的学问啊 就在他的存心 所以 有一句话讲到啊 人啊 第一等学问啊 就是为人着想 这个才叫第一等学问 范宗淹 他的大儿子啊 他把他取名叫做范纯仁 中国为人父母啊 对孩子的关爱啊 无为不止 连取名字 都是在教育小孩 中国人取名字的目的在哪 在透过这个名字啊 给孩子 期许 让他能实时提醒 自己 所以范宗淹 取他儿子的名字叫纯仁 期许 他的孩子 要能怎么样 实时 纯着一颗啊 仁慈之心 我们看这个仁字 慧义字 左边一个人 右边一个恶 什么意思 两人 哪两个人啊 想到自己 就要想到别人 所以 己所不欲 勿施于人 己所欲呢 施于人 己欲立 而立人 己欲达 而达人 所以孩子从小 知道 这是父亲啊 对他的期许 自然而然啊 他就会 常常鼓舞自己 督促自己 去往这个方向做 那范存仁啊 也确确实实 没有辜负 他父亲的期望 因为有一次啊 范存嫣 跟他的孩子讲 我这里啊 有五百斗的麦子 就叫范存仁 从京城啊 帮父亲 把他运回 江苏老家 就在中途当中啊 刚好遇到了 他父亲的 老朋友 父亲的雇友 就他父亲的雇友 就把他的家庭状况啊 告诉了范存仁 那他的 父亲的朋友 家里面啊 父母 去世了 没有钱安葬 然后还有女儿啊 都还没有嫁出去 生活状况啊 比较窘困 范存仁听完了 马上就把 五百斗的麦子 卖掉 把这些钱啊 就拿给 他这一位长辈 结果钱还不够 帮人要怎么样 送佛要送上西天 帮人要帮到底 所以他啊 当场啊 把这个运麦子的船啊 也卖了 钱才够 结果 结果范存仁呢 处理完之后啊 就回京城 见他父亲 跟父亲坐下来 他就开始跟父亲报告 报告他在途中啊 遇到了 他的父亲的雇友 那就讲到呢 他最后决定啊 把五百斗麦子卖了 去帮助他 然后他就说 但是钱还不够 范存仁就抬起头来 跟他儿子说 那你就把船啊 也卖了嘛 结果他儿子说 爸爸 我已经把他卖了 所以父子啊 童心啊 家道 可以长久 不衰 所以范家 纯是一颗人后之心 吃亏了吗 没吃亏啊 得了大福 好 那我父亲给我取名字啊 也是给我期许 代表要把礼貌啊 好好 做好 而且啊 要有使命感 要把礼貌啊 像九颗太阳一样 怎么样 要把它花样光大 这样我们才要不辜负啊 父亲呢 给我们取这个名字 好 所以要长养的 学问要长养的 就是这一颗纯心 这一颗人心 这一颗公敬心 所以为什么说 读书可以变化气质 从哪里变啊 从心啊 那因为经典当中 比方说以地址规来讲 他所教诲的 或饮食或坐走 长者先 又者后 长者利 又勿作 他在读这些经文当中啊 他慢慢会去实践 而当他在实践这些行为的时候 就会从外啊 慢慢啊 内化成他的存心啊 那他这一份恭敬心啊 就越来越扎实 那恭敬心扎实了 成于中呢 自然就变化气质 所以当孩子读经文都不做的时候 能不能变化气质 效果就会相当有限 所以学贵 利息 好 或饮食 吃饭的时候啊 要先让长辈啊 先做 先吃 那刚好呢 我们 在深圳呢 有一群孩子 他的老师啊 不只教导他 这个吃饭啊 长者先吃 还教导他们 坐位子啊 要怎么坐 所以 主位啊 一定要让老师坐 小朋友啊 不可以呛着坐 这是小孩子学哦 对他以后 重不重要 我曾经就听过一个老板 他说他要跟客户 谈事情啊 然后呢 各带了一些公司的人 结果他的一个员工啊 一进去就坐到那个主位上去 其他的人都不知道怎么办 因为都这么大人了 当场说他啊 也是在很怎么样 很难为情 所以主位啊 一定是在进正对门的 那个位置 因为 主位是 比较是长辈 或者是长官 当他坐在那个位置啊 可以掌握 全局状况 你能不能那个 一进门口的那个门 让主管坐在那里 那谁进来了 他都搞不清楚 所以所有的礼啊 他都是随顺一种 自然状况 都是很有 道理的 所以主位要让老师坐 所以孩子他就不会啊 乱坐 很有规矩 然后老师又说 这个桌子啊 假如有条纹 那个条纹 一条一条的条纹啊 不能指向主位 这样不恭敬 所以啊 一点一滴啊 都在增长恭敬心 还有他细心的程度 结果有一次呢 因为我常常啊 不在教室 我到啊 各地去演讲 那回来的时候呢 也会跟这些孩子 一起吃饭 结果 有一餐呢 一坐下来呢 他们就在那里 转桌子 我说奇怪 他们干嘛 转桌子 他们说 这个条纹 不能指向蔡老师 这样不恭敬 我们看着实在 很感动 相信这些孩子啊 他这种恭敬啊 可以 一辈子 都不改 这是货饮食 再来货做种 都要先让 长辈做 有一个孩子 四年级 刚好啊 跟他妈妈 一起去 拜访亲戚 那进门之后啊 他妈妈刚好在 打手机 结果他就跟他妈妈说 妈 你坐啦 那他妈妈 就说 你自己 你先坐 结果呢 他又说 妈 你坐啦 他妈妈就觉得很奇怪 叫你坐就坐 怎么那么啰嗦 她说 妈你不坐我不能坐 因为他在落实这一句经文 所以这时候我们为人父母 为人师长要有敏感 你要成全他的什么 孝心跟恭敬心 他才能立身行道 所以这个妈妈才回过神来 其实啊 还没学弟子贵以前 谁先吃谁先坐 都是孩子嘛 所以倒了吧 颠倒了 他的行为当然颠倒 你现在要赶快把他怎么样 扶正才行 那坐 我们也会延伸到 比方说你坐车 一定要有秩序 排队啊 排好 不可以争先恐后 上了车 除了让 长辈啊 让老人坐 还有要让 妇孺 老弱妇孺坐 之外啊 也要啊 先往后走 把位置啊 让出来 不要一上车 后面还有一大堆位置 我们静挑前面坐 这个就啊 不给人方便 因为假如后上来的是老人家 那你还要让他走那么远吗 所以我们要处处啊 为老者着想 处处为后者着想 主位朋友 现在大人坐得到吗 你注意去观察看看 比方说某个团体 某个企业 一起出去旅游 早上车的人 都怎么样 坐前面 后面来的人 就得往后走 所以我们处处要把宫敬 要把礼让啊 落实下来 有一个学校啊 出去旅游 很多这个男老师啊 就坐前面 因为有一个女老师啊 学过弟子规 但是大人 又很爱面子 你直接 说他做错了 他可能又恼羞 所以连老师都要好好 学弟子规才行 不然啊 可能言语行为啊 都在反教育都说不定了 那老师假如反教育会怎么样 会堕到十九层地狱 有一个故事是这么讲 刚好有一个人 一个医生 草菅人命 然后呢 言诺王很生气 判他下十八层地狱 他下去以后呢 很懊恼 在那里大喊 我又不是故意的 只是不小心 你看 他没学弟子规 所以呢 错了还怎么样 不承认 他不知道 过能改 归于武啊 假如他在那个时候起了一念 为什么还有人 他说我是干医生的 草菅人命 斗十八层 那你是干什么行业的 怎么斗到十九层 底下的人说 我是当老师的 医生啊 断人生命 斗十八层 老师是断人啊 会命 生命啊 生命有限啊 会命 无穷 而这个会啊 假如建立正确 你的学生往后还有他的孩子 他的孩子 还有他的孩子 所以你给予一个学生正确的观念 可能会影响他 世世代代的子孙 而一个老师一生 又可以教上百上千的学生 所以老师这个行业叫功德无量 做得好叫功德无量 做不好叫什么 功德无量 前途一片怎么样 暗淡 那诸位朋友 你不要听完之后说 哎呦 那我不当老师 太恐怖了 真正重要的是什么 那一份心啊 我们教学的方法 也要随着经验慢慢积累 而你那一颗真心啊 才是跟孩子最重要的互动 所以我们思考一下 教书啊 是教前五年的学生比较轻 还是教五年以后的学生比较轻 那很奇怪啦 你的教书的方法 什么时候会越来越好 一定是后嘛 可是为什么前孩子跟你比较轻 用心程度啊 因为那时候你时时都想着 哎呦 怕教不好啊 所以你很用心教学生 学生不单是看到你的教学技巧啊 更重要是你的教学态度 他们留下深刻印象 那可能你教久了之后啊 教育的爱心啊 退啦 虽然教学技巧比以前好 但是给予孩子内心的撞击啊 可能就没有前面这么强烈 所以当老师 不要担心教学技巧不够 只要你有这一份心啊 铁定功德 真正是无量 前途一片光明 好 所以啊 当老师的 时时啊 要抱持着 学为人师 行为示范 因为啊 老师啊 也是在不断学习当中 所以老师不能停止 对于道德学问的追求 所以学所以自己 教所以自人 所以我们教跟学啊 都不能停下来 而学习才能提升自己 修正自己 所以学所以自己 对峙自己的习气 教所以自人 透过教育啊 才能够导正学生的观念 建立啊 正确的人生观 不学 你就很难 有真实智慧 所以不学则不智 不教 则不仁慈啊 因为唯有教育啊 才能够让一个人的人生 从根本啊 就活起来 所以我们实实 教学相掌 教学相掌 所以老师绝对不是 师范学院毕业啦 书本 就放下来 反而是要更积极学习 不可辜负国家对我们的期许 不可辜负家长对我们的信任 更不可辜负学生跟我们这一段的师生之缘 好 所以要实实学为人师 行为示范才行 那这位女老师上来 看到这些老师啊 就坐前面 也不方便啊 直接啊 指责他们 所以这个时候啊 人情练打 这些文章 运用了 言语的 艺术 然后呢 就跟他们 说 哎呦 女士优先啊 你们来往后走嘛 给他们一点是吧 成就感 不当面啊 指责他们 但是啊 可以做榜样给他们看 比方说呢 你本来坐一下 后来有 年长的老师上来的 这女老师马上站起来 哎 吴老师你坐 坐给啊 其他的人看 当有一个人坐出来了 其他人的 恭敬心啊 就提起来了 好 所以我们在任何团体啊 处处要表演 给人家看 好 那他说除了这个坐车啊 看到这个现象 出去旅游啊 一进门 把所有 餐 那个房间里面的灯 通通打开 为什么通通打开 因为不用钱 所以人假如什么都是钱 就会做出很多啊 折损自己福报的事 请问这些灯会亮 从哪里来 从电来 电又从哪里来 电力啊 有水力 有很多 发电的方法 而所有发电的方法 都必须要耗损 地球的 能源 当这一代用得越凶啊 下一代呢 就越缺啊 所以我常常说啊 打从有人类历史以来 会被下一代啊 骂得狗血淋头的是哪一代 哪一代 你们怎么知道 你们可以预见未来 哇 很有智慧 我们都可以推想 一百年后的人啊 一定会骂说 我怎么有这么差的祖宗 留给我们是什么水 留给我们的 又是什么 空气 留给我们的 又是破掉的天空 留给我们的 通通是那些 奔了农药的土地 我们都生存困难了 要不要当这种祖宗啊 你看几千年的祖宗 怎么对待我们 都留好的啊 留智慧啦 我们要当个像样的长者 像样的祖宗才行 所以这个老师呢 也没有直接指责 他马上啊 反正他开我们怎么 我们关就好 好 所以啊 当老师的要时时想到 所有的言语行为 都应该是给学生 给社会大众啊 做好的榜样 很多老师又说 那我当老师不是很辛苦 其实啊 会讲这样话 都是啊 他还没有真正去 例行圣贤教会 假如他真正做了 他绝对不会这样讲 因为圣贤的教会啊 是让你真正过好之子 你说做还要有做像 你看那个沙发躺下去 外一边多好 那都只看眼前一时舒服啊 往后啊 痛苦长久 现在最多的毛病啊 骨头啊 骨刺啊 脊椎侧弯啊 你舒服一下脊椎弯了 到时候还要去给人家 给你用脚踩一踩 用手撞一撞 那时候你就叫苦连天 所以当你真正是依照这些礼节去过生活 你的身体啊 会很健康 你会过得很轻松啊 当这些恭敬的态度啊 你已经内化了 你做起来就会觉得很舒服 很自在 一点啊 都不照做 而当你不这么做啊 随便习惯了 到时候啊 还处处怕会出糗啊 你那时候所耗损的能量啊 绝对会啊 更多 所以人他因为不了解 所以会产生这些误解 所以也要靠我们大家 去表演的精彩 让他觉得说 哦 读圣贤书的人 笑容满面 然后与人相处啊 也很融洽 你不要学圣贤 经典啊 学到最后都一张苦瓜脸 那人家都怎么样 都不敢学了 所以我们呢 是孔老夫子的招牌 是圣贤人的招牌 要常常啊 把它擦亮 用我们呢 时时啊 狗日心 日日心 幼日心的态度啊 来掌养自己的道德 学问 那也时时期许啊 以生教 去带动他人 的那一份恭敬 那一份仁慈 之心 所以货饮食 货坐走 长者先 幼者后 好 下一句 长呼人 急待教 人不在 急急到 这个在古代啊 因为他们是大家庭 所以当客人 到家里来 可能他要找爷爷 或者要找伯伯 那你 不可能客人 到你们家里去 到你们的房间里面 去找人吧 就不合乎礼仪了 所以当我们是晚辈 遇到长辈 遇到客人来了 要主动 请问 你找 找谁 那假如是找伯伯 这一位 小朋友啊 要怎么样 急待教 跑去啊 找他的伯伯 赶快呢 不能 对客人啊 失礼 让你要等半天 就不好 那假如伯伯不在呢 所以人不在 急急到 要回来呢 跟客人讲一下 我的伯伯啊 不在 请问你有什么事吗 因为 很有可能 人家也是大老远来 所谓 无事不登 三宝殿 人家来找 必有事情 所以我们应该啊 请问 有什么事吗 有什么 我可以带你传达的吗 当一个孩子 从小的对应 就是如此 以后 你让他办事 放不放心 放心 所以不要小看 这一个礼节 它就代表着 当他面对一件事 一定从头 把它处理到尾 叫有始 有终的态度 当他如此啊 他心就不容易 焦躁 急躁 所以透过这种生活理 都是在掌养孩子的修养 好 那我们这一节课呢 先讲到这边 下一节课我们继续 谢谢 请不吝点赞 订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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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作为朋友 大家下午好 大师好 大师好 我们早上上到了 掌呼人 急待叫 人不在 急急到 这一个动作啊 很重要 他可以广泛啊 他可以广泛啊 来运用就是 接待的礼仪 接待客人的礼仪 那我们现在 在家庭当中 来看一下 孩子现在会不会 接待客人 比方说 刚好阿姨来了 小孩在那里 打电脑 他会怎么做 他会把他的大嗓门打开 妈 阿姨来了 这样好不好 习惯了 他就很怠慢 很随便 因为尊敬长辈 排在次要 哪一个最重要 我的玩乐最重要 久而久之啊 恭敬心 就不见了 所以要教 您有教过孩子 接待客人的举手 好 所以你看 这个影响他很深远 这个孩子 假如这个礼貌没学好 可能在学校 在他往后的公司 都会有尴尬出现 所以我们就曾经教孩子 一个一个来练习 如何接待客人 所以这一条经文 不只要讲解 还要实际 带孩子操作 而且还不是操作一次两次 要让他重复怎么样 练习 他就熟能 生巧 那刚好 一天早上 这些孩子都学会了 也是巧妙的安排 中午吃饭时候 就来了一位阿姨 结果他要走进 教室门以前 所有的孩子本来在吃饭 通通通停止 放下他的碗盘筷子 要干嘛 争先恐后 要接待客人 所以其实 当他能学以致用 他会学得欢喜 所以这位阿姨走到门口 六个孩子排成一排 同一时间 鞠躬说 客人好 这个阿姨 不敢走进来 她说受宠若惊 从来没有 被这么隆重的礼仪接待过 接着他要说 假如下一代的孩子都这样 那我们就很欣慰了 结果我们接着 客人要走进来 叫他们放拖鞋 拖鞋怎么放 要放在客人走进来 马上可以怎么样 穿进去 所以诸位朋友 每一个礼仪的动作 其实都是在设身处地 为他人着想 他的人后之心 也在一点一滴的生活细节 在怎么样 在落实 所以放拖鞋 也要让人家可以顺势穿上 阿姨进来 他们就说 阿姨你请坐 我去帮你倒杯水 就请阿姨先坐 然后阿姨请喝茶 我去叫我妈妈过来 这个就是接待客人的礼仪 所以在家庭当中 要学习 再来 在学校的时候 我们看到隔壁班老师 走进来 那孩子看到了 他会怎么做 他也可能站在原地 就开始放大上门 老师 隔壁班老师找你 这个都不符合 礼貌的态度 所以这个也要教学生 教导他们 一定要先 老师你等一会儿 我去叫我们老师过来 给老师讲了 然后再把老师带过来 就是要把工作 从头自尾做好 其实当他在 落实礼仪的时候 一个孩子的耐性 沉着 就在这一些礼仪 实践的过程 一直在养成 在培养 那我们看 在公司行号里面 假如有人 来找他的朋友 或者找上师 那一般的人 面对这种情境 会怎么做 比方说要找经理 经理可能在开会 说找经理 他在里面 这样好不好 那刚好呢 这个客人呢 走过去 结果里面在开会 他们一打开 那就会出现什么情况 很尴尬 会开到一半 到底是要继续开会 还是要接待客人 这样就很失礼 那假如这个主管一追究起来 谁接待的 那假如一而再而三 出现这种情况 那可能工作就怎么样 就保不住了 因为啊 城市不足啊 就败事有余了 所以面对这样的情境啊 应该是 先请客人你请坐 倒一杯水给他喝 我去先看看 经理忙不忙 您先等一下 等去了 一看再开会 那请示一下 可能还在十分钟 二十分钟 再过来跟他讲一下 让客人的心理啊 也有所准备 所以处处啊 符合礼仪啊 处处就让人家很 舒服的 感觉 所以这个接待之理 不仅在家里 在学校 在公司里面 甚至也在政府机关 而政府机关啊 接待的都是谁啊 很多可能是各国的重要的人 或者是啊 他们国家的人民 假如政府单位 做事的公务员 都不符合礼价啊 那可能脸会丢到哪 国外去 而且也会让啊 他自己的人民 对他失去信心啊 所以这个礼啊 确确实实很重要 那孔老福祉才说 不学礼啊 怎么样 无以利啊 很难在社会团体当中啊 立足得好 所以这一句 经文啊 我们就可以把它解成 接待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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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